大家好 我是田外 我現在是在新疆的特克斯縣城 伊犁這一邊 俗稱八卦城這個地方 現在出方往天山裏面的傳統的哈薩克族牧民村 大概有九十多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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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新疆伊犁的瓊庫十臺村 瓊庫十臺村據說是中國唯一的哈薩克族歷史文化民村 當然瓊庫十臺村是一個行政村 就是一個村委會 也就是它下面還有很多小組 還有很多牧民小組 導航的話它那個導航的定位點就是在那個村委會的駐地 當然那個地方也是牧民最集中的地方 當然如果到這一邊來理由 如果是你的目標只是 如果是僅限於那個村委會的駐地的話 那你真的是對不起沿途的這些風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顧了這個村委會 然後還往這個山上走了十幾公里的土路 就到了我現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繼續往天山上走的話 還能可以走 他們說還能走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那個路比較爛了 基本上已經到這個地方 已經看不到什麼很明顯的那種公路的痕跡 基本上都是那種牧民走出來的木道了 我這個房車可能就有點費勁 我就停在這兒 前天晚上到這兒了 本來說昨天拍一下周邊這一風光 然後就下山了 剛好昨天一起來就是 四周前是烏雲密布的 然後時不時又下一點小雨 到中午下午的時候 還下那個冰雹非常大 今天就晴了 所以今天拍一下 然後就下山了 他們窮庫石臺這邊 大部分這些牧民的房子 它還保存的比較完整 大概是因為這些傳統的小木 保存的比較完整 才是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就成了中國唯一的哈薩克族歷史文化名村了 這個廣袋的草場 其實這屬於康拉郡大草原的一部分 前面那個山谷就是窮庫石臺村村委會的駐地 我現在所在這個位置 海拔是2200到2300左右 窮庫石臺村村委會駐地那個山谷大概在1800 1900左右 周邊就全部散落著這些牧民人家 從這邊下來 河谷這個地方大概是 應該是在1500以下了 出去那個古地 山間古地就是特克斯縣城那個古地 因為周邊全部都是天山嘛 海拔比較低的地方反而接受不到水汽 所以海拔低的地方反而比較荒涼了 你看這個河谷就很明顯 就已經草皮很薄了 然後現在夏季呢 他們大部分的牛羊會趕到更高一點的 這個山上去 這個他們冬季牧場 看著這個山很近的啊 其實這從這上去 可能開車還是開一個小時 就油草的地方 不說是到那個山頂了 就到那個油草的草場 大概還要開一個小時左右 從這裏進來 甚至這個窮庫十臺村往上啊 這個山谷 甚至這個山谷可以翻天山 是以前的一條古道叫做烏森道 因為這以前在漢朝的時候 這地方屬於烏森谷的地盤 據說這個烏森就是哈薩克族的族源之一啊 但是今天生活在新疆 伊犁這一代的哈薩克族 其實是在清朝和民國時期 從哈薩克斯坦那邊遷移過來的 清朝的時候是因為乾隆 乾隆也把準高爾部給滅掉了 然後整個北疆就空掉了 在乾隆滅了準高爾部之前的200多年前 有一個蒙古族的部落叫做 土耳護特部打不過準高爾部 就被迫西遷到了西亞和南俄那一帶 乾隆也把準高爾滅掉之後 他們聽說自己的故鄉已經空了 整個操場空了 就不掩千里返回了清江北疆這一邊 清政府就把北疆這一片土地 分封給了這個土耳護特部 但這個土耳護特部 本來人數就比較少 加上長途遷徙可能也檢言不少 所以北疆這邊很多草場還是空的 邊境的哈薩克斯坦的 哈薩克斯坦就往新疆這邊遷 從法理上講 北疆這片土地是屬於 土耳護特部的 所以哈薩克斯坦到這邊算是借地方 他們每年還要向蒙古族交租 給若干的羊或者牛 當作租金給蒙古族 民國時期遷到新疆這部分 哈薩克斯坦是因為 民國時期當時哈薩克斯坦 已經開始蘇聯化嘛 他們鬧革命很多人受不了 然後就移民到了新疆這邊了 今天伊犁這邊的哈薩克斯坦 主要是這兩部分人組成的 解放之後嘛 哈薩克斯坦就變成了中國人嘛 這片土地就變成了哈薩克斯坦的了 可能他們兩個民族協商之后 蒙古族也是為了方便哈薩克斯坦 從哈薩克斯坦那邊 遷移過來放牧 所以就把接近哈薩克斯坦周邊這些山上 還有伊犁這兩條河谷 租給了哈薩克斯坦 所以今天北疆這一代 蒙古族基本上是在 巴州和伯州 都是在天山的南側和北側 然後中間這兩條河谷 就是哈薩克族在裏面放牧 其實我賺了一下 我是覺得中間這兩個河谷 唐布拉河谷河 娜娜提河這兩條山谷 溫度是最適宜人居住的 然後水草是最豐美的 你像巴英布魯克 它寬是很寬廣 但是海拔高三千多米 你即便是夏天下雨的話 都很冷的 像哈薩克斯坦他們固定的 有些地方他們就用食材或者生土 像他們這種靠近森林的地方 就使用這種木材 小木屋 木頭疊起來的叫木輪房 藏旗木輪房一樣的 都是斜坡頂的 然後上面放一點土 年生久一點的 上面也開始長草 土上面 哎呀這些馬也很怕熱 你看 全部躲到這個房子 現在才12點 相當於這邊才10點來宗 這個馬被拴起來了 這個凹地裏面有好幾家牧民 面前這個就是他們養草的地方了 這上面他們好多就只能用手工去割了 因為他們沒辦法 用機器太陡了就撲鬥了 這個師傅拉草拉太多了 哇好危險 兩個人在上面使力 保持平衡 好危險 哦 一样的 其实里面布局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大铜铺 你这个冬天不用搬走吗 它会不会压那个血 应该没事 不是 今天露虚的 连着不行的 刚才这个大爷家这里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牧房 其实里面的布局跟那个粘房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通缚在里面 炉子就在旁边烧火 然后就顺便清暖嘛 下面这个就是穷库十大村的村委会驻地 正在搞开发 停车场什么都买建好 赶紧乱糟糟的 这个村委会大概有一两百户人吧 就是这种木側 其他更多的是在山上散落在这个木场上 以前据说这个村会有蛮多人在这儿过冬的 但是现在呢冬天基本上 大部分人都会搬出去了 因为他们很多是在外面的镇上 或者在特斯县城里面都有房子 因为它这里小木屋比较集中嘛 如果是以这个村会驻地为据点 然后去游览周边这些 河谷啊 森林啊 牧场啊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规划 好吧 关于这个穷库十大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有资 reb石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